您昨天有說希望中央對於禁出國有一個統一的禁令 那現在確實是有 那法律界的人就跳出來說最有違憲的疑慮 甚至來說傳染病防治法不能這樣解釋吧 您怎麼看這些說法 各位憲法很清楚 人民有遷徙的自由 要限制人民的權利義務必須以法律定之 那傳染病防治法跟最重要是中央通過 剛剛大家記得通過一個相關的肺炎防治跟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什麼叫特別條例 它就是一個特別的法律 也就是說人民的自由以相關的法律限制之 防染病防治法我昨天講37條 特別條例第七條都是授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相關必要的應變處置或措施 我相信在這個法律上面的解釋 你目前疫情的狀況 這個法條授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大的權力 而這個權力可以限制人民要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同樣的 這個也是很嚴重的侵害人民權利 那一樣的出國的禁令也是在這個方法下面是一樣的處置 這個部分我認為 也許大家可能自由派的學者會有一些意見 但是以現在這個情況我就是覺得跟防疫跟打仗一樣 這個戰時有特別的一些辦法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可以自由 但是健康跟大多數的百姓的自由比較重要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不是出國欸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你看全世界都做邊境管制 而且越來越嚴 連加拿大很多大的國家美國也限制歐盟 那台灣我們其實是一個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真正做完做到所謂的邊境管制 我們其實還是第三級的地區還是可以進來 而且它只是需要居家檢疫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為了台灣好 我們應該是更呼籲中央是不是對於入境的 非國人的部分是不是要開始做一些限制 因為國人的部分我們比較不能說禁止人家回來 但是非國人的部分因為可能我們台灣的一些特殊 我相信在經濟一定會有影響 但是在這段期間我們是不是呼籲中央說 我們在邊境管制應該更為嚴格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出國的問題 而是回國的問題 那回來的國人有很多留學生要回來 這個國人我們盡量不禁止 但是其他的國際的商務旅客 是不是應該暫時讓邊境做一些比較清空 因為現在歐洲這個疫情這麼誇張 可能比中國大陸還要嚴重 那中國大陸當時中港澳至少大陸級的幾乎都不能進來 那現在我們並沒有禁止他們進來 而是進來要有居家檢疫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要再做一些控管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中央去考慮的 出國不出國 出國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 但是你出國又回來那你有一些相關的 如果中央發了命令當然可以做一些處置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在於 我們的邊境沒有管制的情況下 我們只管制自己人要不要出國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這間部長被問到說是不是要禁止這個入境 他有講說幾乎了 那這邊也是算贊同這樣的一個人看 你看這麼多的國家都做邊境管制 如果邊境管制是一個方法 某個程度它也是一種 至少可以延緩這些外國的狀況 然後經過國際的飛航把一些相關的人員帶到台灣來 我覺得那個可能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我覺得那個可能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我們是建成說至少短期內先做一個邊境管制 更嚴格的邊境管制 但是我們自己的國人我們還是要讓他們回來 然後讓他們能夠做更 因為太多我們沒有辦法承擔 就是回來太多居家檢疫 尤其是國際旅客也進來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民政系統跟衛生系統也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我們重點還是不能讓我們這些系統癱瘓 所以怎麼樣讓它能夠在現有的容量上面 可以維持正常的運作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邊境管制我覺得有它必要 先前市有出現一個民政局 說他帶團去歐洲 管制發了一些政府 那北市有出現類似的這種自強活動嗎 會有勸保嗎 我們前幾天已經民政局有發個通告 是六月底前所有的禮辦公室的活動 我們都某個程度我們都是要求他勸取消的 所以那個禮長的那個好像是四月份就掛上去的公告 我們去了解一下如果有這樣的話 我們會勸導他把它撤下來 應該是還沒有拿下來 但是以現在這個疫情的狀況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敢再出國吧 這個部分因為禮辦的部分的活動 我們都已經通告說六月底以前暫時先不要有任何的活動 各位一樣你要處罰人家要有依據啊 不是因為他是里長他就受我控制啊 也就是說我要處罰他 我們要有中央法規的授權 或者是中央的禁令 一樣的意思 台北市政府不是想罰就罰啊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